歡迎大家收看新任透視,我們今天請到傑Sir來,傑Sir 首先要請傑Sir來,很多網民都期望傑Sir問候你,你退黨的事件 沒有,無關一身輕,可以做其他事,繼續在社運,儘量幫忙 推的原因是什麼呢?不斷地回答嗎? 沒有的,很忙的,很辛苦 真的嗎?你這樣回答嗎? 網民不肯過你,你這樣回答 你說你的上帝感動,提高一點 不如說上帝感動吧 上帝感動,上帝安排的機會讓我走得好 提高一點 我們只要說,一些事件發生當然是很複雜的原因 一層層剝下去,有時間說,不要現在說 即是想帶出書,會賺錢? 不要這麼說 回憶錄 最好有人給我六合彩,我中了不用經常想錢 因為想錢是很代表的 令人的精神提升不到 你經常想著,我做了一件事 想著有兩個目的,所謂奇克果說的 心懷意義的人 就不能夠清心至於一事 如果你制約扶傾,就只是清心至於一事 制約扶傾,不要想其他事 明白 就是這樣 奇克果 奇克果跟奇異果 有什麼關係? 你記得奇異果就會記得奇克果,那就是好 那就是好 是好的 我們還有一個方法記 Turkey Guard 我叫傑傑格格 傑傑格格 傑傑格格折學先生 是的 清心,最重要 是的,清心 至於一事,你就是想著一件事 你做一件事,不要想著有另一個後果 如果資本主義社會經常想著錢 以前的共產社會經常想著權 這兩件事就最要命 那也很清心 資本主義也想著錢就是一件事 那也很清心 你表面不是賣那件事 你表面是搞教育產業,實際是教育搶業 那也就是兩件事 你不是教育 我想現在你專心於一事,應該是賭爭 哇,曾蔭權 就是短期功夫希望,快點離開 這是沙膽爭 我改名叫沙膽爭 因為我說,曾蔭權不是省油的燈,他只是省電膽 這個省電膽,所以我們又名沙膽爭 他真的是沙膽爭 沙膽爭,又名沙爭 實際是一個二打六 給一個二打六上來,整個香港七百萬人又去管治 一定是結局,是廢成這樣 是,廢成故事 是,廢成故事 我相信林淑貞那件事,當然是 多數不是他直接的 這是一群群小、揣摩、常義 奴才都奴才 但是問題就是,你為何要響 你為何要響這件事 你應該倒轉後,你一響 你跟著說一句 如果我的弟父有得賠,就要全部 大家有得賠 但是今天拍攝手掌 你這樣寫人真正拳,陰陰濕濕的 說完一句,沒事 不關我的事 這是第一,第二就是 你那個省電膽,這壇事是超低能的 超低能的地方是什麽 超低能的地方是什麽 在出LED燈的時候 你竟然叫人買省電膽 而省電膽用了十幾十年 那些所謂水銀問題 還有那些造價成本高的問題 還未解決的時候 你現在突然叫全部人用省電膽 你說是不是傻 就算你沒有目的 是要益你的親家 我看白,這件事走不走 全世界都知道,你根本是在益 李生 每次都被你找到位,加電費 對不對 根本就是要益李生 益李生是主打的 益親家,我不敢說你是否真的有心 總之你弄省電膽就很要命 因為最要命就是窮人 那些屋邨個個都是裝光管的 你叫他們做什麽 叫他們換光管做省電膽 這不是傻的 還有問題就是你是屈窮人 你無情情要每人自己銀一百元來買一堆省電膽回家 實質上是自己銀一百元 可能結局不止銀一百元 可能是年年銀一百元 你年年進貢給李嘉誠的港燈 加上加到你那個中電 你說你做的事情是不是很低能 你說這個特區政府做事的那種低能法 就是你匪夷所思 但更加低能是為何他找到什麽人造的幕裏 這麼低能 哇,大哥 他從來都集體低能 他從來都是一群人都不知道做什麽的 不過問題就是 他有些事情 他就很高能 最累我命一定要說的是 為何過了這麽久都不再建居屋 這個居屋那樣東西 是去年 我們留心得很重要的 去年立法會選舉的時候 我們已經留心所有政黨有沒有居屋 結果 立法會選舉那種生態就好笑 個個都放下去,但個個都不說 就是瘋狂的 即是要騙選票的時候 拿選票的時候就說 不是,你這叫做機關槍政策 全部子彈都發出來 包括一顆叫做居屋子彈 但實際上你是沒有心去重視那樣東西的 直到現在的形勢變了 那些人開始生氣了 你就個個都說要支持建居屋 其實全部立法會員都要罵 包括,不要這樣說 我們去年選舉的時候 我也有給過這個Caption 即是我們弊黨 叫他們強調 強調起屋 強調起屋 但沒有強調過 就是這樣說 所以你根本發覺 全部人都不懂得說這件事 但這件事 可能是因為我壯正是大學老師 我就一定懂得說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見到一些學生都很慘 畢業後 找到最好的都買不到樓 找到最好的都買不到樓 然後現在那些廢柴在說廢話 就是一定要罵 什麼居屋無在於救個樓市 我頂你的肺 就是一定要說 好啊 為什麼要這樣說 好啊 從來居屋在90年代不斷興 有什麼事情 它不影響你的市場 就是因為它不影響你的市場 但是有些人需要住 等於公屋一樣 是你政府的得證之一 居屋加公屋加上屋村商場 這三樣東西是一個鐵三角 這個鐵三角在香港是養活了很多人 沒錯 也都令很多人安居樂業 你這個死人特區政府 首先整走了居屋 然後用一個領匯 打殘了屋村商場 沒錯 然後你現在就搞到 剩下的全部好像天水為化的 全部是公屋 還要大家磅水給領匯先 首先第一陣給領匯賺了 然後才出去給那些商家剝削 最低工資 那你說那個生態是不是死了 還有那些管理越來越差 不要說下次再說 管理一定會差的 問題就是 你知道屋村商場 不單止養活屋村商場的商戶 還不單止養活屋村的窮人 他是養活屋村旁邊的中產 居屋的初級中產 隔屋的中級中產 私樓的高級中產 都是靠屋村商場養活的 如果不信你去逮捕城看看 逮捕城那幫人 是要過旁邊廣元村的商場做生活的 你想想 你現在沒有居屋 沒有屋村商場 你叫人怎樣玩 我告訴你 你很簡單 領匯進來之後 這裡是灣仔 灣仔吃個午餐三十多元 去到馬鞍山 四十多元 都是三十多元 四十多元 四十元下樓 是啊 更貴 而且質素比中環差 好笑的 同一個連鎖店 例如大家落 在屋村那些 那些東西比中環差 但是價錢就是一樣 而且你被迫住 那些所謂的文具店 舊式的文具店 有沒有趕走 沒有了 很多中小企 很多小商戶 全部叫夫連鎮 全部死光 買一支筆 要去白街買 幫我們鄉城買的 你那些領匯 喜歡就是 常常打你 喜歡就叫你裝修 裝修完 什麼都沒有改過 那你就多加一倍 因為這個是錢的問題 是 喂 阿齋sir說到居屋 這些很久 很興奮 下一節我們繼續回來講一下居屋的問題 賭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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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節回來繼續賭爭 問問為什麼要賭爭 董建華之外還要賭爭 為什麼 賭爭